一天 好宝贝 来来来啊 看一看啊 祖传的宝贝 千家难买 万家难寻 来 看一看啊 来吧 看一看 要是要错过了啊 来 太隐了 低着点头 这地方对陌生人 不是分警惕 特别是对女儿教人 此地鱼龙混杂 小心点 不要劫位生之人 救命啊 姑娘救我 救我 姑娘救救我 总不能欠死不救吧 小心 救我 救我 谁 谁敢杂 别的买卖 谁呀 姑娘救我 这么美的小娘子啊 你是从画里出来的吗 看你这么美啊 这事就算了 你为何草菅人命 杀人怨祸 你说什么 姑娘 这是一桩买卖 有人买得 就有人卖得 你赶紧走 我怕我忍不住啊 吃了你哦 你赶紧走 救我 姑娘 救我 姑娘 救我 救我啊 救我 姑娘 这手就送你了 回去好好尝尝 怕不然就找规矩 凤雷尘 此处邪心得狠 不宜久了 好 抓紧寻找证人 才是当务之计 我们走吧 走 好 就是那家店 走 这姑娘 刚才受了那么大的惊吓 居然忍住了 没有叫出事儿来 她是个 心思很重的人 你跟她在一块儿 今后有你小子苦日子 遇上她 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我不想躲 只想有机会 能弥补一切 凡事咱们都有个代价 一个问题一件宝贝 公平合理 童所无欺 之前的东西 都在这儿了 这可是个好物件 一看就是宫里的遗致 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啊 是 掌柜 我半年前到过你店里 还有印象吗 笑话 你说这义是人来人往的 人多了去了 你又不是什么 漂亮的小娘们儿 谁能记住你一个 大操老爷们儿是吧 旗掌柜在这里 运送过黑火药 这笔买卖 也是你牵线打巧 你连这都不记得了 这 这可是第二个问题了 好 你看中我身上什么东西 尽管拿吧 那剑 那剑给我瞧瞧 就这把剑不行 其他都可以 小二 关门送客 等等等等 掌柜掌柜 掌柜息怒息怒啊 年轻人走南闯北 这剑就是他的命根子 怎么能要他的剑呢 我这儿有个好东西 你肯定会喜欢 有 波斯皇室齐俊 加之连城 是 好好啊 teenage 果然是个好物价 一看你就是个老江湖 懂规矩 小二 来 放好了 你们几位有什么贵干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既然收了东西 为何还不肯告诉我们 那买火药的 到底是何人 你说 这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怎么能记得呢 我全都忘记了 几位啊 你们可赶紧走 不要站到我门口 当我做生意啊 你想干吗 我可告诉你啊 这可是义事 你要是敢胡来的话 出来这个门 就会被人给乱刀砍死 怎么 莫生气 我还有个问题 想问掌柜的 有问题可以问 宝贝拿来 想问掌柜 不知这里 惊不惊得起大火 老板 大侠饶兵 大侠饶兵 我什么都记得 我什么都说 大侠饶兵 大侠饶兵啊 我也有一个规矩 先听到答案 再考虑要不要救你 不是 是 是 那人名叫巴勒蒙 是巫医教的左护法 此人身心高大 身中黑袍 右脸上有一个刀疤 最近常在 义事走动 说不定预期好的话 里面还能碰见 还有大侠我的爷 求求你放过我吧 老板 莫后真凶果然是巫医教 看来我们之前的腿短 没有错 你可见过此物 你可见过此物 顾奶奶 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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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物 乃是巫医教的不灭神针 所用的材料极其罕见 它是 它是巫医教的 独有兵器 这水晶是何物 为何无故 能将长缩吸走 这跟神域的水晶碎片 竟然不一样 这长缩 是由天外的云铁打造而成 内含巨大能量 而这颗水晶 也是天外之物 所以长缩才会被它吸引 你怎么知道 难怪这长缩能寄获尸体 原来竟是天外来物 不对 巫医教觉物可能拥有云铁 太史区专司天下 太史区专司天下 但凡有流火陨落形成云铁症 皆藏在太史区的 益保库之中 即便是民间有少量的云铁流通 数量也是极少的 段无可能造出这么大批量的 因手长缩 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 在太史区中 有无一教的人 偷盗云天 抓了我的朋友还想跑 想的没 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还是你的先行啊 姑娘 没事啊 你安全了 不是 你是谁啊 看来你要救的人不是这位姑娘啊 快走 告诉我李姑娘在哪儿 要不宰了你 原来是追错了人啊 你的血泪在右边 刚刚那个姑娘的血泪分明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位 穿着粉色衣服的姑娘啊 我就是那个姑娘啊 在左边 你 糟糕 你的心上人如果在我姐姐胡左手里啊 那可就要惨一万倍了 还不如在我的手里 我可以让她死得痛快一点 多么命苦的姑娘啊 她现在的手啊 脚啊 有没有被人买了 是清盾呢 还是白拙 可就不好说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听不懂啊 看你这愣头青的样 我告诉你吧 你的心上人 估计这会儿已经挂上凌羽 当街拍卖了 要人看中手 就割手 看中脸皮 就割脸 驾高者得 公平得很哪 赶紧给我带路 要不我现在就杀了你 赶紧给我 昊玥 师父 昊玥 昊玥 师父 拍卖场救我朋友 我求你 到拍卖场救我朋友 快救他 七掌柜 你和封建李将军 先做昊玥救医 我这就去救人 好 拜托 我跟你一同前往 姑娘说得对 两个人去 有个诏议 救人要紧 这儿有我和李将军呢 快去 仲天 好 快点 来 来 快去吧 这下娘子啊 真的 我要买她屁股 我要她的眼珠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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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美人 拆了岂不可惜 今日我要换一个规矩 价高者能 只卖整的 不拆也不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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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天 不要管了 守非住神域 你上去争取一点世界 快去 怎么可能 怎么了 你认识他吗 慢点 慢点 昊玥 你可要挺住啊 马上就到了 快 昊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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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住啊 昊玥 挺住啊 昊玥 挺住啊 昊玥 昊玥 大胆理尽忠 本官听说了 你已经被撤了官职 发配去束手边关了 为何 还出现在这皇城 还跟刺客在一起 你这是抗旨不遵 不劳楚大人费心 我不日就将启程 但现在 我还在查案中 查案呢 一个戴罪之人 有什么可查的 莫非是坚守自盗 楚言之 放了他们 皇妹 不是刺客 这小子 看起来密不久矣 抓回去 也查不出什么 昊玥 昊玥 这天都快亮了 还是没有人能拿出 让我心动的宝贝 看来你们都无福消瘦啊 那这美人 只能归我了 这脸蛋可真美啊 我最喜欢这张脸了 不如割下来我自己用 慢着 不如割下来 我这儿有样东西 倒是可以换着姑娘 究竟是何物 让你如此有自信啊 你的命 好 我改变主意了 你这张脸啊 倒是更合我的口味 是 是啊 是啊 不是啊 是不是呀 是啊 不是啊 有什么啊 不是啊 这是什么啊 喂 这个啊 啊 愣着了吗 别害怕 我是昊玥的师父 受他所托来救你的 今日 谁割下这两人的脑袋 我就将新抓来的小姑娘 送给谁 赶紧走 好 走 姑娘 你保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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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来救人 危机时刻 少说废话 我司徒奉剑行事 从来不好 今日之仇 来日必报 我不会放过你们 下次见面 我定要杀了你们 结我心头之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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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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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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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都是官兵 不是坏人 我最怕的就是他们 叩见公主殿下 老臣救驾来迟 还请广玉公主降罪 我并非有意隐瞒 还请女侠千万不要生气 司徒奉剑 竟敢如此大逆不道 见了公主还不赶紧跪下 下官同学院司教司徒奉剑 有眼无助 还请公主恕罪 快快请起 裴大人 你也起来吧 都是我自己贪玩 给中卫添麻烦了 楚大人 不知楚大人 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这大理寺 为何也来凑热闹啊 我呢 是来捉拿刺杀太子遗犯的 司徒奉剑 你敢 启禀公主殿下 我大理寺一向禀公执法 谁犯了法我就要装 天子犯法以庶民同罪 难不成公主想包庇谁啊 楚大人 你莫要黑白颠倒 我深夜来此 就是为了调查证据 行凶者乃是巫医教 并非仲天 可惜啊 可惜你的同党仲天 已经弃你而去 逃之夭夭了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大理寺之事 公主还是不要参与为妙 否则 王后怪罪下来 下官惊说不起呀 下官即刻送您回宫 女侠 我 公主请放心 轻者自弃 我不会有事的 此处太危险了 公主还是赶紧回宫休息吧 楚元智 你竟敢抓我的救命恩人 待我回宫 我定让父皇母后办你 大将军 多谢你秉公执法 公主 您请回吧 司徒奉剑 司徒奉剑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秦掌柜 秦掌柜 你没事吧 秦掌柜 我没事 我亲眼看着她 她 她把昊悦给杀了 楚元智 你为何动用私刑下此毒手 大理寺调查取证 岂能视为儿戏 连如此无辜之人 你都不放过 我定要参你一本 无辜之人 当场人赃并活 你凭什么说他们无辜 司徒奉剑 你休想仗着国师给你撑腰 就想脱罪 我告诉你 昊悦 仲天 现在都是朝廷侵犯 本官有权先斩后奏 楚元智 你如此黑白不分是非不明 我们刚刚已经在黑殿掌柜那儿查到了线索 凶手背后的指使者正是巫医教 而那驱使尸体诈尸的英手长梭 确实由云铁打造 由此看来 巫医教很有可能在太史局安插了内戒 盗取云铁 打造凶器 你不去追查真正的凶手 却在这儿胡讲瞒缠 你破获案件 到底是查明真相重要 还是急于交差重要 你这么说我就要明白了 如此说来 我觉得整个案件最大的主谋就是 你 要不然 谁要有那么大能耐 能从太史局里边偷出云铁 打造凶器 楚大人 就算你现在把我抓了 你一样得不到证据 你既不能证明我是主帮 又找不到真正的凶手 不如这样 我有个提论 只要你肯给我十天时间 我一定会在太史局找出内戒 到时候我亲自押往大理寺 三天 卑鄙小人 司徒大人 别理他 他是故意设权到逼你 好 就三天 到时候我亲自押人 前往大理寺 好 三天之后啊 你要是交不出人 这个抗旨不尊的李敬忠 这个老头 还有金银山庄众人的脑袋 能不能搁在这肩膀上 就看你了 司徒奉剑 司徒姑娘 你千万别信他的 就是他杀了昊玥 你这个狗官 大胆 掉老头 这 昊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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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这小子中毒太深了 我已亲自给他刮去了腐肉 还灌了些药 至于能不能活下来 全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你居然会救他 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就这么让他死了 实在是太便宜你们了 杀死一个人 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太容易了 折磨一个人 才是最有趣的 本官已经迫不及待地 等待着三天以后 待你们各位见识见识 我大理寺的百科之道 走 楚元智 来 昊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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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昊玥 昊玥 快出现的 然而遇到家的一头 也没有在大一头 如果是指导一家人 一直跟着我 我绕了些路 才把他甩掉 可是你并没有甩掉的 你到底是何人 你为何会有一族的兵器 真是没有想到 你一个凡人 居然能认出天恒大神 亲赐的法器 你竟然认识天恒 天恒大神的名字 岂是你能随便叫的 我乃天恒大神座下信徒 奉大神的旨意 来解救你们这些凡人 你只不过是 被天恒欺骗的地球人 天恒他并不是什么神 他只是妄图破坏 别人家园的一族首领 你可告诉我 他在哪儿 无知的人 只有天恒大神 才能解救你们这些 蝼蚁般的凡人 让你们从痛苦中 解脱出来 快快赏钱 接受我神的教化吧 放弃抵抗吧 年轻人 加入我们无疑神教 我们一起共同来迎接 天恒大神的降临 怎么 你还要不自量力 成匹夫之勇吗 难道你真的就不担心 外面那些朋友的安危吗 看来你的朋友在你心中 也没那么重要 奉剑 你把奉剑怎么了 我没把他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现在 还不去的话 那可就不一定了 你转告天行 神域早晚会 重回几神之手 您为何不再给他 点颜色看看 为何这样轻易地 让他走掉 这个仲天 的确有些神力 他居然能认出天恒大神 钦刺的神器 我想调查出他的底细 再做打算 神域 众天 四十姑娘 方才那位姑娘可救下了 刚刚那个姑娘 已经平安脱身回家了 官兵一到 一世那些乌合之众 很快就散开了 你刚才又去哪儿了 为何不辞而别 所以你还是不愿意跟我说 你还是不愿意跟我说 你刚才又去哪儿了 所以你还是不愿意跟我说 四十姑娘请留步 我并非有意瞒你 我只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不想让你也卷入危险之中 你我二人非亲非故 你不想说 不说便是 又何必解释呢 虽然我刚才答应了大理寺 三天后要交出凶手 但其实眼下我根本就没有对策 不过是为了金衣山庄的众人 拖延时间罢了 你赶紧回去吧 带着大家离开皇城 逃命去吧 姑娘的恩情 在下永远名记 但眼下还不至于此 我有个计策 可以找出内奸 不过还需要姑娘配合 不知姑娘 是否还愿意相信我一次 好 我愿意再赌一次 我不会让你失望 小姐 你该不会是病傻了吧 为什么不抓他们去交差 你居然还答应跟他们合作 你这简直就是引狼入室 小点声 别嚷嚷 此事暂且 可不能让义父知道了 小姐 你变了 居然还瞒着李大人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是那个人的眼神 就是让我无法拒绝 无论如何 一个人的眼睛 是最骗不了人的 小姐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臭丫头 你再胡言乱语 我就把你送到慈云庵 让你好好学习规矩 小姐 你要是再敢欺负我 我就去告诉李大人 说你已经有心上人了 长本事了啊 敢威胁我了 哪有 只不过 如果李大人要知道 小姐你有心上人了 那他得多高兴啊 只是 别指示了 其实 这个幼敌计划要想实施 必须得通过义父这一关 小姐 咱们太史局 真的有内奸啊 我怎么 一点都没看出来呢 其实我也看不通 这内奸到底是谁 可是这个云铁 若不是从太史局出去的 还能来自何处呢 好 你是否后悔陪我来救人 危急时刻少说废话 我司徒奉剑行事 从来不后悔 好 我愿意再躲一次 你为何和千妹一样 从一开始就笃定选择相信 我乃天恒大神做下信徒 奉大神的旨意 来解救你们这些凡人 这天恒是如何来到地球 那个巫医教主明显就是受了天恒蛊惑 他会不会利用无知百姓 打开一族前往地球的通道 如果那样 这里恐怕难逃一切 可是那巫医教费尽心思 盗取眼镜 到底有何目的 难道真如我推测的那样 眼镜中蕴藏巨大能量 能够激活整个神域 您够茶 好啊 仲天大哥 七掌柜 你的伤没事吧 昊月呢 还好吗 我就挨了一掌 没什么大问题 喝几副中药 调理几日就好了 倒是昊月这小子 真让人意外 他呀 恢复得像狗一样快 半碗要下肚 就已经活蹦乱跳了 刚才还吃了我整整一锅的馒头呢 好 嗯 别装了 你竟然一个人吃掉了山庄半天的口腰 瞧您说的 我这所有不是因为打架 我是因为救人 我不应该多吃点补一补吗 对了 师父 那个姑娘她现在怎么样了 你吃了一整锅的馒头 终于想起来关心那位姑娘了 不是了 师父 那不是普通姑娘 我准备娶她做我娘子 就你 连个正经营生都没有 你拿什么娶人家姑娘啊 师父 嗯 我准备去当金武卫 凭一身武艺养家 上阵杀敌 为民除害 尤其是大理寺那帮混蛋 我一定见一个杀一个 一个目标是好事 但是 光挂在嘴上可不行 要付诸行动 我这两天要去太史局 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就好好留在这里 照顾大家 不是 师父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这一次去的人不宜太多 你还是好好留在山庄 跟齐掌柜学读书写字吧 当兵钉可以不识字 可是你要做将军 岂能目不识钉 好吧 太难了 累死了 这都说虎毒不识子 我看全是骗人的 母后竟然罚我抄起一百遍女计 要不然我替公主啊 你脑袋不想要了 母后火眼金睛 要是被母后发现了 你这脑袋和身子 可都得分家 公主恕罪 是奴婢糊涂了 行了行了 没事 别害怕 别害怕 我是昊玥的师父 受他所同来救人的 也不知道 上次救我的那位智朗大侠 现在怎么样了 怎么是你 你为什么会来这儿 这儿很危险呢 我有话要跟你说 在你目的前顿 你不要杀水 你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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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治療 你脑袋